IP3 YO!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平悦 已经很肥了 已经倍了 因为 Uncle 了 今天已经30岁了 哈!没有错 我这个是 我应该是全马最佛系的 YouTuber 每三四个月这样子刷一份视频 所以你们如果看到这些影片的话 证明你们真的是和我很有缘分 不然的话就是真的是 就是肥肠中心的粉质 所以看到了吗 今天的这个主角不是我 今天的主角是牛逼搬家 一年多前我有拍了一个搬studio的影片 就是我从一个小小的房间搬到来这个studio 那个时候我是从我家人的房间搬来 这个400多sqft的这个studio 所以呢 今天我同样是要拍这个搬家影片 因为我要搬去更大的地方 我们等下要搬的地方是1000多sqft 在还没有去那里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牛逼搬家的这个搬家过程吧 走 你记得自己多少年了 一年半吧 一年半就搬大价啦 对一年半 证明有了自己的studio就可以赚大钱 你要赚大钱首先要有自己的studio 你就有这个动力呢 去赚更多的钱换更大的地方 如果你安于现状的话你就很难 赚更多的钱 哈哈哈 对啦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一直要往前爬的 其实我也是有想过到底要不要搬 可是我又想到如果我们一直在同样的这个环境 我们的这个业务可能变大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 其实我蛮喜欢的只是因为它只有400多sqft 所以有时候如果客人要来这里见我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拍摄 会觉得 地方有点小 然后呢如果要拍广告的话 这里又没有一个摄影棚哦 所以我每次就要出去外面租这场地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有随机的一个摄影棚会比较好 你看他们有用那个保鲜膜来保护我的这个家具哦 就是他们在搬的时候就不会装到 最方便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我根本不用拿里面的东西出来 我搬家的一般人都会以为一定要把处里面的东西全部转成box 就很方便 去到那里一打开就是你原本的状态了 一般上其实找你们搬家的那个步骤是什么呢 OK 通常会先把我们的交易 先在社交媒体那边我们先发布出去咯 过后通常啦我们会有顾客先call我们和WhatsApp 然后我们会主要跟顾客先拿我们一些资料的 比如像你是什么地区搬去什么地区啊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空路还是排屋 它会影响到搬家的步骤的 哦 因为 如果是在lander就比较方便啦 kondo就很麻烦要上下 对 因为kondo方面它会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和leaf的那个时间我们是控制不到的 哦 通常我们会要求顾客先把他们要搬的东西 都拍给你们看 对 类似很像一个house tour啊 或者我拍的还好吗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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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经验的就是通常 所以每个角落我都尽量拍到 我们主要的东西是其中一站式服务啦 就是说我们的顾客可以坐在那边讲座而已 看着我们班讲座而已 看着就可以啊 对 我们不需要我们的顾客动手啦 ok 其实我是有读了一本书叫段舍利啦 然后我也是有用它的方法啦 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已经读过了的书 我就会把它捐出去咯 或者是送给别人 或者是拿去那种回收站 因为我觉得知识已经在我们的脑袋了 所以那些书就已经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消失了 讲丢掉很难听 这幅画其实是那个大马很出名的那个壁画家 叫做Kanji Tsai 你们去搜索一下 他每次画一个东西叫做菜狗 他是大马最顶尖的那个插画家 他画一幅画呢 是可以一年不用做工的 就是他跟我讲的 结果他就画了一幅画在这里 可是很可惜我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带走 所以等下我要跟他合照咯 因为真的是价值连城 如果那个屋主会欣赏的话 他就应该要把它留下来 哇 你怎么样 我的天啊 看你某家品牌的新衣服 我每次我的嘎嘎意 用这个金银银银 就会把这个东西架的很难 哇 现在呢你们可以看到我 我的这个 studio 原本的studio 已经90%的东西已经被清空了 所以呢 多一下呢 我们就要出发去我的新的studio啦 那里的studio比这里大三倍哦 所以 敬请期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有点儿 没说完 我们从早上大概几点了啊 是9点 9点半到现在5点40分了 真的是很辛苦他们 我觉得他们不容易 因为我的东西 我一直跟他们讲说 我的东西是杀剧果言啊 其实我的东西占很多 而且他们还很细心的 就是把我所有的家具重新租上回去 所以他们的服务真的太好了 我们从早上9点半到西洋西夏 真的是很辛苦 牛逼搬家 真牛逼 而且我们要帮手他讲 不用不用不用 他们都要怕我弄坏自己的东西 这个是 创意用法 原本是什么 换碗的 这样都给你想到 我喜欢就是改变他原来的意义的 这个是艺术家的性格 就是把垃圾桶拿来就拿来放衣服 然后把这个放厨房用边的就拿来当鞋架 然后这边呢 本来是衣橱 结果 衣橱拿来当厨房用 衣橱变pantry 因为已经来到厨房了就变pantry 这个人收到精疲力精 都还没有收完 你看 天啊好累哦 弯的啊 你只有上面那边是差不多收完吧 真的很辛苦那些牛逼搬家人 他们真的是从很远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这里的lobby是没有的听落力的 所以他们要在马路边然后呢搬这东西上来 然后其实有自己的工作室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每个月我都是要成很大洋 就是每天都要想的 我要怎样找到钱 回来给这里的主机 但是我又想到 我们的人又不能太容易满足于现状 如果永远只是在一个四把scareway的方式 做生意的话 很难做到大生意 所以我决定放手一波这些 希望有一个更美的环境 更大的空间 就可以接到更大的安静 希望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就会再把更大的空间 我们到时见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很累啊我先休息